我突然患了肝病 立刻像当年的坏分子一样遭到歧视 我的朋友已经很少来串门 偶尔有不知我患病消息的来 一来又嚷着要吃要喝 行李坐卧狼藉无序 我说我是患肝病了 他们那么一呆 接着说没事的能传染给我吗 但饭却不吃了 茶也不喝 抽自己口袋的裂烟 立即拍着脑门叫道 哎呦瞧我这记性 我还要出去办一件事的 我隔窗看见他们下了楼 去公共水龙头下冲洗 一遍又一遍 似乎那双手已成了狼爪 恨不能剁断了去 莫了还凑近鼻子闻闻 肝炎病毒是能闻出来的吗 蠢东西 有一位爱请客的熟人 隔天半月就要请一次有地位的人 每一次还要拉我去做陪 说是寒舍生辉 这丈夫又要了我去 夫人当然热情 但我看出她眉宇间的忧愁 我也知道她的为难了 说多给我一个碟一双筷子吧 我用一双筷子把大盆里的菜 夹到我的小碟里 再用另一双筷子从小碟夹到我口里 吃罢了 我叮咛妇人要将我的碗筷蒸煮消毒 夫人说 哪里哪里 我才出门 却听见一阵瓷的破碎声 接着是碾猫的声 我明白 我用我的碗筷 全摔破在垃圾框 那猫在贪吃我的剩饭 为了那猫的安全 猫挨了一脚 这样的刺激 使我实在受不了 我开始不出大门 不参加任何集会 不去影院 不乘坐公共车 从此 我倒活得极为清静 左邻右舍 再不因我的敲门声 而难以午休 遇着那可见不见的人 树米外抱拳一下 就浮衍了事了 领导再不让我为未请假的事 一次又一次写检讨了 那些长蛇腹和长蛇男 也不用嘴凑在我的耳朵上 是是非非了 我遇到任何难缠的人和难缠的事 一句我换了肝炎 便是最好的顿词 妻子说 你总是宣讲你的病 让满世界都知道了其是你吗 我的理由是 世界上的事若不让别人尴尬 也不让自己尴尬 最好的办法是自我作践 比如我长得丑 就从不在女性面前装腔做事 且将五分的丑 说成十分的丑 那么丑中倒有她的另一可爱处 相声艺术里 不就是大量约用了这种办法吗 见人 我说我有肝病 他们防备着我的接触 而不伤和气 我为他们防备着接触 以不感到南下台 结大欢喜 自建难道不是一种 维护自己尊严的妙方吗 再者 别人问起 你这些年是怎么混的 怎么没有更多的作品出版 怎么没有当个什么什么长 怎么没能出国一趟 怎么阳台上没植花 鸟笼里没养鸟 怎么只生个女孩 怎么不会跳舞 没有情人 没有一封读者来信 是姑娘写的 我是换了肝炎呀 一句话就回答了 但是 人毕竟是群居动物 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不禁无限的孤独和寂寞 唯有父亲和母亲 妻子和女儿亲近我 他们没有开除我的家籍 他们越是带我亲近 我越是害怕病毒传染给他们 我与他们分餐 我有我的脸盆 毛巾 网筷 茶几 且各有固定的存放处 我只坐在我的座椅 我用脚开门 关门 我瞄准着马桶的下泻口小便 他们不忍心我这样做 我说 这不是个感情问题 我恼怒着要求妻子女儿 只能向我做飞吻的动作 每夜烧两盘蚊香 使盯了我血的蚊子 不能再去盯我的父母 我却被蚊香熏得头疼 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的心在悄悄滴泪 当他们用滚开的热水烫我的衣物 用高压锅蒸或熏我的餐具 我似乎觉得那烫的熏的是我的一颗灵魂 我成了一个废人 一个可怕的魔鬼了 我盼望我的病能很快的好起来 可惜几年间 吃过几篓中药 西药 全然无济一世 我孝自己一生的命运 就是写作挣钱 我平日是不吃荤的 总是喜食素菜 如今数年里吃药草 到怀疑有一日要变成牛和羊 说不定前世就是牛羊所变的吧 我终于住进了传染病院 病院里 我们像囚犯一样要穿病服 要限制行动于一个极小的院子里 虽然那院墙是铁制的栅栏 可以看见外边的人 但看了外边行人穿着花花绿绿行走 就顿生列入另侧的凄惨 我渴望自由 每天打过吊针之后 就在院子里看红红的太阳 看涌动的云 弄着嘴唇逗引栅栏外树上的小鸟 小鸟却飞去了 落下一根或两根的羽毛 我们截如年节的小孩 抢着炮仗一样 去抢个不亦乐乎 这行为 忽被栅栏外的一个孩子瞧着 那小小的眼睛里 充满了在动物院 看笼中动物的神器 她竟大胆地走进了几步 她的母亲一个肥胖的女人就喊 走远点 那是传染病 这话是我善然泪降 我只有背过身去 默默地注视着院中的一片玫瑰花 和花坛上的一群黑色的蚂蚁 美丽而善良的玫瑰不怕传染 依旧花红如血 勇敢的那蚂蚁不怕传染 依旧在为我们表演负重的远距离运动 这一夜晚 我们节要等到很晚方回去睡 那依旧节亮的月光 它随我们到了栅栏里 它不嫌弃 我们最不喜欢看到的是 栅栏脚上的那一个蜘蛛网 它好大 壮若一个框栏 唯我平生之少见 我们傍晚用杆子挑破它 第二天它又完好无缺 像一个通了电的铁网 又像是监视我们行动的雷达 我们无可奈何 开始产生一个恶毒的念头 后悔我们为什么要 声张自己是肝炎患者 为什么要来住传染病院呢 人们在歧视我们 我们合不到人群广众中去 要吃大餐 要挤公共 要进影院 甚至对着那些歧视者 偏去摸他们的手脸 对他们打哈欠吐吐 那么 我们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们就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了 病院中的人都是面色青黄 目光空洁 不理虚弱 看着他们的形象 我也知道自己的模样 我们是忌讳用镜子的 但我们对黄色并不反感 黄在中国是皇帝的象征 于世界也是流行色 于是我们都显得亲热 在顾道上 院子里 谁和谁见了都要点头 微笑也随之绽放 似乎我们有缘分 数十年前就认识似的 互相询问名称和单位 医生和护士是从不换我们的名姓的 直呼传号 世界上叫号的只有监狱和医院 我先是加二三五 最后一个病号出院了 我正式成了二三五 二三五 二三五 这是在买饭了 饭勺不挨着我的碗 热汤几次就淋在我的手上 二三五 二三五 这是护士在送体温表了 他们查看了温度 便去我们看见的地方洗手 我先是极不习惯这种叫号 后来想通了 甲平蛙不也是一个代号吗 虽然二三五不是爹妈为我起的名字 可现在满社会 不是都在叫张经理李主任吗 在医院的西角楼 也即在厕所的旁边是有一颗骨槐的 骨槐树叉上白天常见到握一个猫头鹰 每到夜里他就叫了 他一叫我们都惊慌起来 肯定在第二天 定要抬出去一个的 这不是迷信 一定是猫头鹰 闻着了玉王人的气息 在鸣叫 大家都走出来 默默地注视着一个裹着床单的躯体出太平间 他们永远太平 无烦恼苦痛了 他的毛巾 牙具被拿出来放在窗台 他的母亲或者他的妻子在地上滚着哭 这时候 有许多苍蝇在嗡嗡叫 哪一个是他的灵魂所变的呢 我们无声地祈祷 他灵魂安妥 却不愿有苍蝇落在我们身上 从此 我们皆害怕猫头鹰 但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诅咒他 更没有一个人动手打他 甚至连这个念头都没有 当一日数次去厕所经过骨怀下 都不自觉地往树叉上看看 那是惊慌的一看 也是期盼的一看 我们在心中默默地向他祈祷 希望他能饶恕了自己 我至此方明白了 人人恨阎王 却还给他修庙塑像 称他是阎王爷的原因 而猫头鹰也该是称作爷的 也该是有庙和塑像的 人怕什么 又奈何不了 人就想着法去讨好 去供奉 这就是世上神的产生 猫头鹰就是一个神的 在这个监狱寺的大地里 我们病人是互不歧视的 他同监狱的区别正在这里 犯人是要互相监督 互相打小报告 而争取减刑 这是因为 他们以前曾经放过人 以犯人入狱 又以犯人减刑出狱 我们患了病 并不是企图犯人 入院的一半是为了自己 一半也是为了不犯别人 所以我们互相关心体贴 没有一个出院 我们欢欣庆贺他的健康 也为了自己能治好而高兴 没有一个入院 我们多半却为他传染了病而悲伤 我们欢迎他的仪式 随不是握手和拥抱 却提醒他怎样买饭票 怎样服药 怎样不必悲观 病友和学友的感情一样珍贵 有待我们统统治愈出院后 我们在社会上仍可以形成一个关系网 这个关系网是受旗帜之下 在生与死的分界线上建立的天长地久的友谊 它比那些互为利用的情网 无七八糟的网 纯洁高尚的多 我们失去了社会所谓的人的意义 却获得了崭新的人的真情 我们有了宝贵的同情心和灵敏心 理解了宽容和体谅 热爱了所有的动物和植物 体会了太阳的温暖和空气的清新 说老实话 这里大案袋 只有我们的病史而没有正史 所以这里没有猜忌 没有幸灾乐祸 没有勾心斗角 没有落井下石 没有视力和背弃 我们共同的敌人只是以肝病 男女没有私欲 老少没有带勾 不酗酒 不赌博 按时作息 遵守纪律 单人单床 不嫖娼 贵贱都同样吃药 从没人像伪君子那样 试药成性 医护是我们的菩萨 我们给他们发出的笑 是真正从心底来的 没有虚伪 猫头鹰是我们的上帝 我们畏惧而崇拜 没有丝毫敷衍 我们为花坛中的那一片玫瑰 浇水除草 数得轻那共有多少花瓣 也记载了多少片落花 被我们安葬 我们虽然是坏了肝的人 但我们的心脏异常的好 据说 在我们国家 患乙肝是十个人中有一个或两个的 我们这些人差不多都是在偶然的体检时发现病的 所以当我站在铁栅栏内向外张望那些歧视我们的人群时 总是想 别神气十足以为你们干净吧 也许你们是没有查出乙肝病的人 我们是查出了乙肝病的健康人 世上的人那么多 如果逐个检查一下 这里就是一个多大的世界了 那么都能来这里待待 人际的感情恐怕比栅栏之外要好得多呢 我们是病人 人却都病了 我的猫头鹰上帝 我们是病人 我们是病人 人状况 域